NBA勇士队华裔球员林苏豪昨天21号出席了回馈的一天 Day of Giving慈善活动 在湾区几个学校与组织进行实务发放 林苏豪透露NBA封馆已经进入第五个月 在这段期间内他抓紧机会和家人及朋友相聚 并且努力经营他自己的林苏豪基金会 Jeremy Lin Foundation 希望能够对社会发生正面的影响力 林苏豪也表示目前还没有往中国或海外发展的计划 仍然会以NBA的事业为重 林苏豪昨天上午首先前往乌伦的Chris Le King 以及乌伦的几所学校向学生发送罐头食品 并于昨天晚上到旧金山南海女孩俱乐部 向俱乐部成员家庭发送上百只火机 除了发送罐头食品和火机外 林苏豪亲切地帮球迷们签名与合照 展现十足的亲和力 林苏豪更以中文向本报记者蔡明龙 谈到了他最近的生活及打算 林苏豪秀就有点过去 林苏豪秀自将